千载船远行 万古启德仪 欢迎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上人说 信己无私 信人人有爱 原因就是因为人人本具这份的佛性 是可以充满着无私 充满着大爱 而我们也知道 在2500多年前 习达多太子出家求道 经过六年的苦行 最终在菩提树下静坐 在第七天的时候 阅读明星而悟道 成为在娑婆世界当中的宇宙大抉者 悟道的同时 佛陀提到了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得相 但却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得正 再再地证明了人人本具佛性 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静思经社的德壤法师 来为我们做解说 马师好 你好 所持人好 想要请教德壤师傅 在生命当中 在气势间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宝珠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又是以什么最珍贵 是我们的生命 还是我们的时间 还是什么 请师傅为我们解说 当然 对我们来讲 时间跟生命都非常地珍贵 可是时间会过去 生命 这一期生命也会没有 我想最珍贵的应该是 我们人人本具的那份的真如本性 就像当初佛陀悟道的时候 他的一句话说 奇灾奇灾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的智慧德性 为什么不能正德呢 就因为妄想 执着不能正德 所以商人讲说 我们凡夫都有那个习性 就是妄想跟执着 还没有来的开始起妄想 已经过去的放不下的那份的执着 也商人不断地教导我们 所以在慈祭人里面 商人就引导我们 听了法 法入心 怎么法入行 从慈祭最很少的少少的人 小小的慈善团体 到今天我们慈祭爱的足迹 已经走了99个国家 然后55个国家 有这样的一个菩提种子 从这个样子 每个人启发佛性 到今天我们可以骗足在全球里面 所以那个佛性 那个法性骗虚空法界 我想它应该是最珍贵 最大的 感恩师傅 那想请教师傅 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个法性 佛性能够显现出来 我们如何能够去除 我们的无名跟烦恼呢 我们要常常去往内心去察觉 其实在工作当中 常常也可以透过工作当中 去察觉我们的无名的一个杂草 习性在 就像我们前一阵子 有马来西亚的人一会 他回到金社去出坡 他原来想说 出坡就是拔杂草 可是刚开始他分不清楚 什么是杂草 什么才是我们要留下来的 在师父的教导当中 他去发掘什么是杂草 当把杂草 很多很多的杂草 拔完了以后 原来那个才是 我们要留住的东西 那我们的真如本性也是一样 它一直都在 只是被我们无名的烦恼 像杂草一样覆盖住 只要把我们的杂草去除到 那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如如不动地一直都在那里 我想那是最珍贵的 是 所以与其说要扩大这个佛性 不如说要除掉旁边的无名 很自然的佛性就会显现出来 对 这珍贵的 它本来一直都在那个地方的 我们要用心去把它找出来 所以想请教师父 佛性是看不到摸不着 那我们又如何知道 它已经显现出来了呢 这是像刚刚您说的 也要透过时间 透过我们现有这一期的生命 有形的生命 去把它显现出来 你怎么去善用你每分每秒 上人曾经告诉我们说 一秒钟就是一辈子 就像当初映顺施工导师 给上人六个字 为佛教 为众生 上人这个六个字 这辈子做不完 还要做到下辈子 就用他这一期的生命 尽形寿 献生命 下辈子还要来做 那透过为人群去复出来 显现出来的 分分秒秒 就是我们佛性的显现出来 今天非常感恩 让师父为我们做相近的解说 谢谢 感恩 的确 佛性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唯有透过我们善用生命 跟善用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 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 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能够善用这个时间跟空间 拿摩大师在洛阳城当中 曾经参访的永宁寺 在这个地方也遇到了一位 同样来自天主的僧侣 叫做菩提流之 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历史学者郭凯明教授 来为我们做解说 教授 您好 陈安 您好 请教授为我们解说菩提流之 这一位僧侣 他的一个背景 跟这段对话的因缘 菩提流之他是在 他是北天主人 那他是在北魏宣武帝的时候 来中国的 那宣武帝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他 但他爸爸大家都认识 就是推行汉化的北魏孝文帝 那父子一样都非常的推崇佛教 然后尊重圣人 所以菩提流之来 然后也带了很多金卷来 所以宣武帝就请他住到当时 最豪华的皇家寺院 就是永宁寺里头 那请他翻译带来的金卷 那他也翻译了很多重要的金卷 像《无量寿经论》后来 影响了净土宗的成立 那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部 像《实地经论》 这个他翻译出来之后呢 后来也有形成所谓的地论学派 那这个地论学派后来也影响了 华言宗的成立 那讲菩提流之其实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 据说他是有神通的 曾经就是用咒术 让水满到井口 方便大家可以取用 那大家就发现 哇 好神奇 认为这个真的是圣人 可是菩提流之却说 这个是不过就是咒术罢了 外国大家都 很多人都会 那他之所以之前都不讲 就是怕说这样会去 世人会被这个迷惑掉 会去追求这些咒术神通 这个故事反映出一点 就是佛教是不标榜神通的 佛教是一个讲求智慧的宗教 那也唯有智慧才能够帮助你解脱 所以他有神通 但是他不视线 不展现 那这个也是违反正信佛教徒 应该有的行为 因为佛陀在戒律里面 也有明确的规定 不得显异或重 所以可见菩提流之 他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我们追求的是智慧 而不是神通 因为神通无法帮助你解脱 但是智慧可以帮助你解脱 这才是最重要 也是佛陀出现在世间 想要告诉大家的 唯有智慧才能让你离苦得了 的确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这么多的科技的发达 到几千年前其实无不都是神通 老师刚才提到的是 菩提流之来到宗土之后协助翻译的是实地经论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实地经论的内涵是什么 那实地经论它是世青菩萨对实地经的一个解释 试论 那其实内容就是讲菩萨实地 那在翻译的过程中是 我们文献上看是说有佛陀 我们文献上多去帮他传语翻译 因为他不懂中文还不太好 那这里面有一个人角色很有趣 就是坦灵法师 他是达摩的徒弟 那他也参与了实地经论的翻译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传说好像菩提流之跟达摩有一些不太合 可是从这件事情来看 发现其实好像有另外一个看法 那实地经论它是解释菩萨实地的 那随着后来《怀言经》大步的翻译出来之后 因为它本来就只是《怀言经》实地品里面的一品摘出来的 所以后来为什么地论学派会变成被怀言中给吸收掉 原因也在这边 因为它本来就只是《怀言经》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那只是因为世青菩萨特别为这一部实地品做一个解释 所以它有单行本流通 所以先有地论学派的流行成立 那后来随着《怀言经》成立之后呢 这些地论学派整个学者 对 就整个归到《怀言经》里头 那也可以说在我们《菩提流之翻译实地经论》等于也是为《怀言经》的成立预作的一个前奏曲 跟一个先生 因为他开了这个头 所以后来《怀言经》的主持们他们就延续下来 但是更需要的是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高僧传》《菩提达摩》 123日《金钧 evang务 os001 1 2 3 1 3 2 5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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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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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6 7 7 7 8 7 8 8 8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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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1 9 9 10 10 8 9 9 11 109 10 10 56